各位同学好,我是凌薇老 你现在收看的是小说 记忆传承人摘要导读 摘要部分还蛮长的 我们就分个五六段来大概的讲解 总之你会发现到 这是一个青少年蛮好的读物 学习语文复习词汇的用法 真的很棒 来,我们首先先听听看朗读吧 Alexa 无论,威临,威临 你将先看到是 没有花色,乐,威临,威临 更是爱,威临,威临,威临 右此之间就是任何会员 女孩,威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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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临,威临,威临,威临 人世投身之间的拍摄 以及大家的相当正像任何人 看起来的地方 去访论其他别人来自寄 很明显的很多单词自主学习是值得去查的 比如说rigid这个单词 control你会啊 他说在这样一个控制的社会 右边有讲严格控制 所以你就可以参考这个用法 很明显这个sometimes他翻错了 为什么sometimes跟合起来的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是某时刻的意思 总之这是一个架工的时代 那学生也跟我讲他看了这本小说 我觉得这本小说训练很多的思考 而且现在的确我们很多的学生是在控制的环境下长大 一切就是妈妈认为的好 那里面很多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音乐跟爱都没有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控制着有长者 你在看电影就知道叫The Elders 这是蛮重要的单词 然后呢从你要娶谁嫁谁 通通都规定好了 这么一个字叫assign assign算是蛮重要的单词 在目上可以看到他动词跟名词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字的字根来自于sign 基本上完全被磨灭掉了 每个人基本上就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那他就是其所分配的角色 接着后面告诉你讲说release这个字其实有两个意思 release你有背过吗 他这个除了当释放以外 另外用法 不过这里面就常讲这个单词 他说世界大事呢 只会发生在谁身上 光看到这个发生 很多同学都背不清楚 发生这个字叫happen to 请问各位同学发生你有没有背过一个欧开头的发生 那为什么欧开头的发生跟左边我们这个happen to用法是不一样的呢 这就是自主学习你要查自己的原因 总之 in short 可以等于另外一个聘语叫in再加什么 这就是跟林温老师上课 你可以学到很多丰富的内容呢 当然这个小说你可以自己去查 自己去看 因为我觉得用自主学习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最难的就是毅力跟进度 总之我们再把这一段再听一遍吧 meet Jonas an 11 year old boy who lives in a rigidly controlled society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in his community there is no suffering, hunger, war and as you will soon see no color, sex, music, or love everything is controlled by the elders right down to who you will marry who you receive as children and what you will be assigned as a job individual identity has gone the way of cassette tapes and everyone is essentially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it seems that no one has really left the area except to visit other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to get released is a big deal it only happens to sick infants or really old people or to people who break the rules in short this world is a terrible place to hang out 想听更多的讲解吗 雷文老师还有BBC跟经济学人杂志 以及更多的精彩小说 这本小说是很简单的呢 我们还有同时还会送给朋友们亿万惊吞的阅读 都是中英对照 拜拜